花莲县政府迎接新竹县政府 双方以原住民族乐舞产业发展为主题进行深度的交流 首次来到花莲县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 并由花莲县政府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专业乐舞人才 进行一个小时的精彩演出以及乐舞经验谈 深度意见交流互动热烈 新竹县政府以原住民行政处云天堡处长 率领14位参榜人员 其中包含新竹县刘建明园 云住民经济发展科彭亮莫科长 以及新竹乐舞产业相关人才等等 新竹县政府目前已经有原封325品牌 也结合在地的餐厅共同打造营业平台 希望能够挖掘出更多的人才 这次来到花莲县借由交流学习 花莲县在乐舞产业经营人才培上的经营模式 很欣赏他们花莲县政府 怎么会入盖这个好几亿的 这个我们的文化馆 那我们现在是在申请 局部局部的一点一点的成立 我们有一个目标 一个是我们的文化馆 最重要的是你们未来的经济要怎么发展 最后还是希望我们这个旅程能够平安顺利 也期待花莲的光光能够再次的复兴 祝福大家 多干 花莲县政府长期致力于培养线内乐舞人才 并且实际展现培育人才的成果 以新竹县政府分享了县府各大重要的政策经验 包括各项场馆 南岛极限领航建议 多大学 联合丰年节 以及乐舞人才培育等等 以各计划进行资源整合 促进让更多年轻人 愿意投入 充分展示才华 以及拥有族群认同感 能够将文化源源不断传承下去 新竹县有非常多的工作伙伴来到花莲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刚刚云处长特别说 为了要为花莲打气 所以特别这么多人来到花莲 为花莲的经济做一点贡献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目前花莲县人民处 的再建工程还有几个案子 正在施工中 那明年这几个场馆 也都陆续完工 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 明年或者以后 后年有空的时候 也可以到我们几个馆 来去做展观 华莲县政府 原住民行政处处长 独孙宣表示 感谢新竹县政府 情意相挺 以行动来支持花莲 华莲县政府近年来 除了在国内的原住民族交流文化之外 落实现场许正位 让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的愿景 积极连结国际 与南岛民族串联 未来也会持续 以及优化文化的多元发展 让原住民与国际实际连结合作 达到更好 记者集合力 欢迎收到